輪到的是第四棒的林志勝 林志勝一上場了 總是會帶給LAMIKO桃園隊的球迷 無限的希望 全壘大王 上一次打擊是 第一球就貓了 結果是中外野放成了高飛球 遭到接殺 打第一球 中外野放向 這一個球 像是變了新的女朋友 回不來了 回擊一支全壘打 再要AKE 這個球像是吃進肚子裡的 AKE 回不來了 紅布朗 陽春炮 這一碗就陽春麵啦 在雪林志勝 在這次的總冠軍系列戰裡面 打的第二支全壘打了 馬上回擊一支全壘打 1比4 LAMIKO桃園隊剩下3分落後 抓第一球打 而且是受盡十球 這個過得蠻遠的 對 而且是挑戰中外野 對 果然一戰勝打進去 有全壘打能力的好手 就帶給球迷 LAMIKO桃園隊的球迷無限的希望 也是抓第一個球就夯 林志勝厲害了 這也是他在總冠軍賽 他個人生涯的第六支了 第六支的全壘打 追得更快 追得更快了 哇 嘘嘘潘瑋倫挨了一季 前面三分差距了 打球人到的是第五棒的郭炎文 推翻過空 這麼變成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第一球 抓到第一球 幾乎是內角偏紅中的位置 這球有點失口 但是自身掌握住了 一樣是打第一球 過得還蠻遠的 林志勝是第四次打總冠軍賽而已 第十九場的初賽 就揮出了六支總冠軍賽 揮出六支全壘打 每一年的總 他參賽的每一年總冠軍賽 都有全壘打 距離聯盟紀錄 結果累積的張泰山就只差一支 而且他連續 等於是跨年度 連續四場有打點 已經是破了 對數的記錄了 過去是霸龍跟陳欽鳳蓮 三場的打點 嗯 咬得很紮實 甜蜜點也只要抓得很好 說不定今年就有機會追平 甚至於超前 以近況來講的話 他事實上他是表現的